下一屆我们要一起讲 对不对 来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蛮刚好 然后就是像 这个很不像我会买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 然后但是那时候也是去逛街 然后看到他的时候 是因为我爸爸公司 有一个大概这么大的弥勒佛 也是 我不知道他是玉还是什么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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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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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但是他觉得长得好像 对 然后所以后来就想说 也是有保平安那些衣衣 而且觉得长得真的太像 而且型也好像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买了这个 那这个是另外买的 是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阵子 女生很流行戴玉琢 然后我还记得我跟我朋友 跟我姐妹她们去那个 类似像珠宝店 那个阿姨还要有一个首饰 帮你戴 对 对 就是你不是这样戴 她不知道怎么弄怎么戴这样子 然后就是好多姐妹都大家都一起去 然后我会 就是愿意戴她是因为我妈那时候跟我讲说 她那时候有一年怀我的时候 然后是好像婆婆吧 就她婆婆就是我的阿姨 对 送她一个 就我妈就是从楼梯叠下去 对 然后 怀你的时候 对 然后结果玉琢就破了 是 对 可是人没事 没事 然后她就觉得说 就是会说是帮她挡掉 挡灾 对 所以我有一阵子那时候 就是真的也是带了 就是一直带着 反正她拿不下来 我觉得这颜色就很适合你 我有一个客人就是这样 三十几年前 对 她那个手镯 七十几万 那个时候七十几万已经是很亮 很漂亮的 是啊 惊人 她就是从楼梯上面这样摔下来 然后就抱着她的那个 孩子 孩子 她就抱着 然后那时候七个月了 就直接在那个医院里面安胎 这样一直到生 没事 但是她说 它叠下来的时候是滑下来 所以那个手就直接抱着肚子 这样滑下来 可是那个桌子断了 会不会就是微微骂 好惊人 有可能 是 如果那个桌子还在的话 现在可能四百万 因为当时买七十几万 可能四十年前买七十几万 她那个断绝 还有拿来做那个罪子给小孩子 都是绿的 表示因为价钱不便宜 物件提供 因为种子很漂亮 是 不过还不错 因为帮妈妈挡在 所以当时这样的印象会让你觉得 戴个桌子好像也可以帮自己 而且那时候每个女生戴就觉得 我也要印象 而且这颜色很像你会喜欢 其实我很鼓励女生戴桌子 如果年轻就戴这种 对非桌 就是有形状的 不是就增圆的 扁扁的 然后细细的 我觉得戴起来也蛮好看 气质 就是说不要戴那种圆骨镯 这么大一个这样戴不好看 做事不方便 是 所以年轻的女生戴这个 我觉得很有气质 相当好 不过在买玉镯的时候要小心 对 因为翡翠这个东西 里面的学问太深了 对 特别要小心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弥勒佛 好漂亮 有很多人是说 弥勒佛什么保平安 弥勒佛是保平安吗 还有那个就是开心跟浅 求财 我爸每次都会摸那个 弥勒佛的肚子 你不要摸他好不好 他就一定不开心嘛 真的吗 你想 有人开心说 随便摸你的肚子吗 那当然可能不开心嘛 性骚扰 你讲 弥勒佛 弥勒佛不是保平安 弥勒佛是一般做生意的人 他会摆在那边 就要鼓励自己 向弥勒佛学习 开心 笑口常开 首先第一 要开口笑 叫做笑迎天下英豪 我没有做生意 比任何一种职业还难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父亲这个是对的 就是这个崇拜弥勒佛 是崇拜弥勒佛的那副精神 不是他的肚子 好不好 他的肚子好像怀孕八个月 也没什么好摸 摸了也没用 你看我们常常去 有大陆好多景点 有没有 什么摸这边 摸那边 什么有财运 就摸了那个地方 就震光霸亮 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不是迷信嘛 对不对 摸了没有用 你要怎么样 从精神层面去看 为什么大家都去崇拜他 他成功在哪里 他一定有特质嘛 我们去学他的特质 不是去摸 我跟你講 要是我 被人家做成铜像 对 每天被摸了 托梦揍他 但是薇薇 因为你说翡翠 你比较不懂嘛 那你当初买的时候 这个价钱他怎么算 那时候就是说一个什么 有点像是 买一种意义 就是有点像是 那叫什么 例如是八万八 六万六那种 就是比较幸运的 吉祥的数字 所以这一尊他算你 六万六 六万六 这上面有个真钻 对 这有个钻石 对 但是就不知道那个真的假的 待会儿要让前老板 一起评估进去 所以陈玉先见这一个 等一下再来看看玉琢 来 请见价 来 请见价 十五万 光是这个钻石的话 也值得十八万 我觉得那个老板看到美女 真的昏头了 我看看 这 你就说我吗 就对啊 你不是就是看到美女 价钱就乱喊啦 不是价钱乱喊 就喊少喊一个零 就忘记那是真钻了 对 没看到上面这个钻了 真的真的 就忘了把那个沽进去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漂亮有气质的女生 谁看了都开心 女生看女生多开心 没错 微微就是那种 女生看了会觉得喜欢 舒服着 她就是那种很清秀 就像林青霞那种清秀 对不对 不是那种美艳 对 不是那种 美艳的人看久了 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 对不对 清秀你就耐看 然后皮肤又这么好 就是我们平常讲 我们A过就是这样 天然的 A过没有人工味 这个平常讲 这我非常非常的仰慕 所以那个乱卖的老板就是你 但是那个镯子 据说当初微微是因为想要配 对不对 想说就是配 对 那时候姐妹 好 我们也来评估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一件到底多少钱 请见价 我这样 有东西赚 有东西就亏 廖老师 我们用红外线光皮扫一下 我看我的判断对不对 来 廖老师 你刚一直很想说 我觉得它是优化处理的 什么叫优化处理 什么叫优化处理 就本来是一个烂石头 经过用化学物理的方式 就是处理过以后就变成一块美玉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光谱一告诉我们答案 你看 这个优化处理的时候 在两千八的这个光谱线上 它就掉下来 它吸收坡在这里 所以说它是经过优化处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虽然很老 眼睛还不老 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优化处理 没关系 很罢空 对 为什么没关系 都没有关系 我们要如何画 腐朽而神奇 像薇薇 你看 你平常穿着打扮 对 其实你现在我觉得都 好像住在我们家隔壁而已 对不对 同一条相机 那你平常穿着打扮 你会不会带一些事物 很少耶 它都是简单的 很简单 因为女人比较小夹子气 才会 心思比较细腻 你这样说 大家就转台了 我跟你说 女人怎么样 再讲一次 女生心思比较细腻 所以呢 会看到很细微的一些东西 然后男人就会反抗 就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要 男带观音 女带佛 就是女人呢 就要让女人的个性能够 大度能容天下事 那我如果再加几个物件 上去的时候 这个物件 你佩戴起來 那色粗粗黑色 再刮上去 這樣就很漂亮 化腐朽维生机喔 我们能容天下事 但是能纳八方才 你就必须要 淨水 淨水 就像有水滴一樣 黃色又招财 讓你淨水 吃不完 你要看看 公告又来了 明天就要再演技了 戏拍不完了啦 戏拍不完 對不對 讓你很開心 對不對 佛在這個地方 佛好 是一定有很多媽媽客人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喔 他就是靠那一張铃蛇 我媽就會超會 我媽一定會買 就會買帳喔 對這種 一定要買單的啊 你知道我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會畫 為什麼會這麼會設計 有朋友問我說 你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假的 對 有什麼 我說你看我家那個毛 還抓那兩個小孩 活的我都經營成這樣的 何況是這一種 不會動的 所以在試驗鎮 保瑤寶是有效的 真的 你看他胸針都戴那麼大 對不對 保瑤寶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